格林戴華喵的復仇 等一下 你這個標題這樣子沒有問題嗎 這也太新的東西了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喵哈 我們的喵咪鬥惡龍又回來啦 那上一次就主線打不過 我還跑了一下復線 那我剛剛也看了一下四周 我們的整個地圖畫面 好像目前只有兩個復線可以接 那我就是先找離那個 起始點最近的就是這個 呃魔法 那該不會其實 會不會是我們上一次沒有完成的啊 我有點忘記了 我們先來跟他講話看看 嗨 喔要找物品 所以應該是新的 哇 他的難度只有1啊 所以他這個可能是非常早期的一個復線任務 但是被我忽略掉了 之類的 那我們就來接那個秘密揭曉 嘿 嗨 是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啊 可是你們這還在外面啊 這看起來不像在屋內啊 還有爺爺 他剛離開去黑森林附近 參加某個秘密會議 勇、勇敢的國王陛下們 你們能、能 他是有一點點口疾是不是啊 仔細聽 並做筆記嗎 哇 還要求做筆記啊啊 呃 我看看啊 去哪裡啊 喔 黑森林門口 我如果他這一代跟上一代尿性是一樣的話 我印象中黑森林的這幾隻 強盜都很痛 啟、啟動了某一個東西 所以不用走到黑森林那一邊 你開始做筆記 這個時代還沒有錄音這種東西啊 呵呵呵 欸他有多一個鬍子耶 時間靜止的空間裡 喔痾 還是小心一點也好啊 大大 你們在這種這麼明顯的地方 看起來 一顆頭就可以看到草叢外的世界 你覺得在這裡談話 是安全的嗎 你、你好歹 先確認一下外面屏 你等搞不好是你可愛的孫子之類的 直接直接就放怪物 而且搞不好是路過村民啊 這附近村莊那麼多 不能動 哭哩 喔馬上放我 欸等一下 你剛剛放完怪物就當沒事了是不是 我聽說有辦法的 一旦你意識到這個空間的存在 欸不要無視喔啊 不要告訴我是解謎喔 往向外看的地方往裡面看 喔我的尿性我都知道啦 啊啊啊 蛤 不是啦不是啦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冷靜一下 啊我沒有法力了不管怎樣 我的觀點是 是他太危險了 欸我現在才注意到欸 那個刺蝟的尾巴 是一顆流星鎚欸 也太可愛了吧 他這一次的解析度比較好欸 可是我覺得我會被流星鎚打 你可以講快一點嗎 喔這個人叫做貓勇 喵勇步 你完成了筆記 而且那個人還走向我們 我要被怪物打啦 喔 喔 還好我敏捷夠高 我剛剛上課最早了 遠古的國度 你把你做的筆記交給了法師 法師嫌你的筆記太醜 看不懂你寫的字 好 呃 那麼要找到隱形外套 我們必須要找到古代法師 為了找到古代法師 我們必須往向外看的地方往裡面看 留神 留神 往外 看 往 往 外看 嘖嘖嘖 到底 這個這裡到底在幹嘛 啊 bb 就是這樣 你們必須前往 貓臉 療癱 蛤 陛下們 我相信你們會帶著隱形毛毛外套回來 哇塞 把這麼重大的事情丟給我身上啊 呃 所以他剛剛解謎完了 但是我完全不懂啊 嗚 你已經啟動入口 找到能把你帶到我這裡的魔法圈 等一下 我們只是因為聽從了 聽說了這件事情經過這裡就啟動了入口嗎 那如果有村民或怪物經過的話 不是也會啟動嗎 他可以隱藏這麼久喔 在附近尋找魔法圈 蛤 蛤 這東西也太明顯了 我們要獻祭自己了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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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她們會理解 我們被困在黑暗之中,喔又是這種走路任務 喔喔喔 喵 哇,放怪物給我打 呃,回到過去 呃,可是我記得她現在在一個靜止的空間 所以她回到過去是她那個原本的時代的更久遠以前嗎 喔喔,你們就不能站在原地講完話嗎 喔,還衝過來 可是,你怎麼往我身上衝過來啊 啊~~ 問號 喂,喂,這位我真的問號啦 你是想怎樣啦,喂 吼 而且後面那個好有造型喔 欸,我們是另外一隻怪沒有啟動,還是他本來就不會動 他剛剛真的沒被感應到 喔喔喔喔喔喔喔唷 這是放魔法了欸 哇,他好像物理攻擊 很好打 又被獻祭掉了 欸,點點點 灰腸 為什麼要在這麼震驚的地方 他咬到舌頭了 灰腸 抱歉 哇,好小一隻 喔,他真的變得好小一隻,不是畫面太遠 呵呵呵呵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很想要裝一下聲音 你剛才啟動了這間水晶幫我記起了一些事情啊 啊,這不就是你的日記吧啊 是的,被困在這裡這麼久以後 我已經忘記了很多事情了 哇塞,他不是把自己給放在靜止的時間內 對,而是因為他被困在裡面了 呵呵呵呵 呃,所以引擎外套在哪裡 我們不是要找那個毛毛什麼外套了嗎 還,還是好小一隻啊 可是剛剛那個配音有點累啊 呵呵呵 謝謝你們救我出來,這給你啊 哇,不是毛毛外套啊,怎麼辦 我需要點時間記起一切 我會在這裡休息,可以再來找我嗎 好,你還有戲份嗎 哇,所以下一個任務可以直接從這階 真好 哇,在時間禁止的空間還可以被偷外套 不容易啊 喔,所以你也在找新外套 我不介意把他給你喔 喔,他被偷走了 你可以幫我找回來嗎 喔,你也要 那給你啊,我不介意啊 但你要先幫我找到 這什麼邏輯概念 我把他放在一個鎖著的箱子裡 但是喵喵強盜,把箱子偷走了 他們的巢穴在爪子洞穴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也許你可以看看他們是否還在那邊 那就變了老頭強盜啦 喔,這次的造型好多 喵,嘿嘿,這裡 哇,這很久以前的事情 你看起來是如何保持年輕的 你們是老大僱用的搬運工嗎 呃… 這洞穴的鏡頭怪有點多啊 你們的藏身地點太奇怪了吧 哇塞,你們請一個搬運工 還要先打那麼多怪才能走進來啊 哇塞,你們請一個搬運工 太多人了吧 我們被困住了 幫助我們消滅這些怪物可以嗎 喔,你們吃什麼長大了 哇塞 你前面那麼多怪物還嫌我們遲到 好吧 一切除了那奇怪的箱子 不是啊,我是搬運工啊 不是啊,我是搬運工啊 大大 呃,開始了嗎 呃,你為什麼還不跑開 不是,我是搬運工啊 大大 喵,你們這些搬運工 和你們可怕的肌肉 拿,拿走他吧 哈哈 這,蛤? 蛤? 蛤? 你拿起了箱子 我都忘記他長得很小一隻了 好的,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的體內力量正在增長 你要變大了嗎 這地震 嗚嗚,變大了 我開始記得更多的事情了 點點點 啊,但是我不記得怎麼 哈哈哈哈 我想起來我事情了 但是我不記得怎麼把箱子打開來啊 同時把這個拿去吧 哇,這不是毛毛外套吧 這是不是借故那個 忘我幫忙找東西的遊戲啊 我拿出來 我會濕一個咒語來打開入口 我會濕一個咒語來打開入口 好,好近啊 哈哈哈哈 哇,還可以鑽地底迷宮啊 這迷宮也太大一個了吧 那魔杖也太帥了 他比一隻貓的體型還大欸 呃,走到天荒地老了 來啦 查看 你撿起了至尊魔杖 喔,我還以為還要走回去啊 我會哭死啊 你將至尊喵魔杖交給了古代法師 欸 我有點好奇欸 剛剛那個迷宮 其實我剛剛在右邊有喵到一個像是BOSS的東西 我本來以為拿起這個法杖要打那個BOSS 可是看起來好像沒有 而且他其實剛剛說捷徑的地方就是一些傳送門 然後你也根本不知道會傳到哪裡去 那我剛剛是運氣很好 只踩了一次傳送門就傳到對的位置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傳送門或許是陷阱會傳到那BOSS 又或者是可能打倒的BOSS會不會有一些獎勵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現在 他感覺如果是一次性的話應該進不去了吧 還是後面還會再沿用那迷宮 我每次看到他們喵哈哈都會愣一下 我感覺到那股力量啊 哇,又地震啦 我的力量差不多完全恢復了 喔,拿走我的舊魔杖吧 你怎麼什麼都不要啊 你怎麼什麼都不要啊 喔,是別的魔杖啊 再來拜訪我 不是啊,說好的那個毛毛不有空呢 我打開箱子了 你們想要那個外套對吧 它裡面已經被重鑄得亂七八糟啦 格林戴華喵的復仇 等一下 你這個標題這樣子沒有問題嗎 這也太新的東西了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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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真的沒有問題嗎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被告喔 喔 你感到困惑了嗎 其中一個記憶水已經被破壞了 還記得嗎 但,既然我現在都記得了 我會告訴你的 不是啦,我覺得你什麼都沒想起來 你可能只是想起來 你曾經看了有一部電影而已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想消除魔法的存在的吧 所以這是鄧布利多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之前是朋友 哇賽 這一個遊戲的作者 你電影看太多了喔 這樣子會不會捏到沒有看這部的觀眾啊 我要去看一下那個啊 怪獸的產地 哈哈哈哈 不過這個 劇情可能比較偏向惡的感覺 哇,真的有夠新的 如果我使用了時間魔法 將所有的貓居民都困在一個靜止的時間內 會怎麼樣呢 他們永遠漫無目的的四處閒逛 等等 你不能只是懲罰那些沒有魔法的貓 哈哈哈哈 不行 這對看過電影的我來說 我覺得超好笑 而且他雖然雖然叫法師 但是以他的鬍子和他對等 和朋友的關係 他應該就是剛剛的鄧布利喵吧 哈哈哈哈 夫婦不能得正啊 他們對你也非常差 喵布利多 喔是喵布利多啊 喵布利多 不應該由我們來改變的 真的是喵布利多啊 你真的要越過這個 我只是想幫助我們 你必須看到這一點 點點點 在那之後 喵布利多 破壞了我的魔法咒語 他把我困在那個空間 我是時候復仕 哈哈哈 格陵戴華的復仇耶 哈哈哈 他肯定在總部 哇我們要去魔法總部了是不是 欸真的耶 奧術總部 他們這裡的魔法就是奧術了 哇 我們要去總部了耶 所以他主婦法師是不是就是 喵布利多 一直想講鄧布利喵 哈哈 所有 所以學徒們 我們不應該看不起那些 不懂魔法的貓 陛下們 你們釋放了格陵戴華喵 他非常厲害 我將必須 哈 你會怎麼樣的老爺爺 或者我應該說 喵布利多 你無法打敗我的 你的徒弟 會跟隨我 哈哈哈 他要帶走了那個 誰了吧 哈哈哈 哇 直接吸走耶 什麼 你們兩位國王太害怕 不敢靠近嗎 蛤 喔 要跟你打架是不是啊 哇 等一下 你根本不叫看不見好不好 喔 等一下 好好好 真的有點難打 你拿起 掉落的隱形毛毛外套 等一下 那他的人應該會出現吧 貓長者魔杖 喔 不是啊 那那那格陵戴華喵 喵 喵布利多 唉 過去我本來可以消滅他 但是我 逃避了這個責任 等一下 你這樣真的不會有電影捏他的問題嗎 最後 逃避 只開始了仇恨的循環 就像這場戰爭一樣 你把隱形毛毛外套交給了爺爺 你怎麼可以叫他爺爺 他可是偉大的喵布利多啊 我們不需要那個東西 我們不需要再逃跑了 我們會通過戰鬥來結束這場戰爭啊 蛤 哇 我得到一個透明的道具啊 哇塞 我沒有想到這個支線 呃 我本來以為他可能就是 就像之前的那個 第一代 也會就是一些魔法師對抗啊 這些劇情 可是他塞了某個電影元素進去 我不知道這到底算好還是不好 對有看過的人來說是還蠻好笑的啦 但是這樣到底會不會有版權問題 或者是捏他問題 還是說對他們那個 美國來說 這只是一個 呃搞笑 的一個幽默呢 那我不知道怎樣 那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喵咪豆惡龍第二代 那我們下一次再 再找我看可以接什麼吧 哇這地圖實在有過大 哈 欸這個主線 啊還有這裡有個副線 好下禮拜再說 那大家掰掰 掰掰